因为我的裙子被勾到 我又站起来 第二次又被勾到 就整个滚到那个火车轮子底下 然后被拖醒了大概100公尺 所以我 我没有昏迷也没有休克 所以我是躺在铁轨上被拖醒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 双腿就没了 就整个脚在那个轮子里面 她说因为我看到那个故事 我就是当时非常震惊 是因为她说她意识完全清楚地 看着自己下半身 就没有了 对然后我被抱起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的两条腿是整个粉碎 然后只剩下一层皮连着脚掌 对所以前一刻我才拿到 全校的田径冠军 然后后一刻我已经没有我的双腿了 对 所以送到医院的时候 当时医生讨论要怎么样去 这个救治的时候 你也还是清醒的 清醒 那时候应该已经有痛绝了吧 我要等到手术之后 因为我其实她后来把那个 连着一条连着皮的那个脚掌 整个整个截掉之后 就拿给我妈妈 然后我妈妈拿到手上 就剩下两个脚掌这样子 对然后左大腿 整个大腿 其实是双下肢整个粉碎嘛 左大腿整个表皮全部被扯掉 所以是没有表皮的 所以她医生就 后来上次太严重 转到台大医院的时候 她说要挖我身上的 所有的皮去补这条大腿 可是因为细菌感染太严重 就已经病危通知 已经发两次病危通知 最后就把整条大腿再截掉 然后这边 就是截到小腿这样子 当时妈妈一直身为一个母亲 拿到这个自己的女儿 只有两个脚掌 妈妈那时候是 就整个崩溃 然后其实那时候医生说要 要用我身上皮去补的时候 我那时候很感动是 我爸爸给我妈妈 就跳出来站在医生面前说 你就拿我们身上的皮 要多少 就拿去补我女儿那条腿这样子 对 你那时候才九岁 我那时候才九岁 OK 这个我没有办法想象 九岁的她一路是怎么过来 包括生活上的不方便 包括后来的 可能你的痛觉 突然的就是叫醒了你 那一次有多痛 再加上 好像这个 在这个过程中 听说你小学的时候 也被同学欺负 霸凌 其实我 一直自闭 从九岁自闭了 十四年 我走不出来 我最害怕就有人 然后有一天 自己妈妈没有办法 去接我下课 然后 我就等到全校的老师 跟同学都走了 我还躲到厕所里面 等到确定都没有人了 我觉得安全了 我一直走出来 我就慢慢慢慢煮着 我那时候称胸乖嘛 就走走走到操场 我就眼睛睛看到 那个校门快到 我走到操场一半的时候 突然窜出 大概六个 五六个那个六年级 我那时候才小四 然后窜出来六个男生 就把我团团的围住 然后开始拿石头砸我 砸我 然后就骂我 你掰咖 你掰咖 然后就学我走样 然后甚至 就用力把我一推的时候 我的右脚的那个皮带啊 去撞到石头 撞到石头之后 我就站不起来 因为我不需要靠那个皮带支撑 然后那一群 六年级的男生 奚弱我之后 霸凌我之后 就一哄二三 我就坐在那个操场 我就突然觉得 那个操场好大 你知道吗 我找不到一个人来救我 我就在那一直哭一直哭 后来我就想 我这样一直哭 我又害怕我妈妈知道 因为我一直很想要保护妈妈 因为我觉得 你们怎么欺负我都没关系 可是不能去伤害我的家人 这样 所以我就把左大腿的 一只的那个 那个袜子脱下来 然后很用力的绑住右脚 然后就撑着双管 慢慢慢慢走回去 然后这件事 我没有告诉妈妈 对 然后可是那件事 在我心里面造成一个 很大很大的阴影 就是我从那一次开始以后 再也不敢穿过人群 因为我穿过人群的时候 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 而且我妈妈曾经带我 有一次我记得去看 双十节的烟火 背我到楼上去的时候 我就被 隔壁有一个母女 她就觉得 她想要利用一个机会教育 说你要教导她女儿 说什么 出于交通的觉 你看你就是要守教育 不然就像那个姐姐这样 我觉得好伤 然后她就说 你看他们这家人 一定做了什么缺德 是什么坏事 然后小孩才会变成这样 然后我看到我妈妈就转过去 我觉得我妈妈有在哭 可是她转过来的时候 她依然笑容地对着我 她不想让我知道她上去 可是我看到她的眼泪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为了保护妈妈 然后为了保护自己 我就从此不再 就是出门之后到学校 到家里 我的世界 十几年的时间 就只有学校跟家里 然后完全不接触 其他的魔神人 不过欣如听到你这些遭遇 我觉得没有一颗很强的心 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些折磨的 而且其实这些折磨 我觉得不管是来自这种很坏的学长 或者是很白目的邻居 其实当然他们会 将来会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业 要去面对的 没有我都在想说 怎么讲 那个 可是我现在 把这个心理就是说 也许有一些人可能一蹶不正 然后一直 其实我经过很多很多的挣扎 我走不出来 可是我在一个机缘下 就是爸爸妈妈都不断地鼓励我 我觉得我把心封闭了 然后怎么样 都没有办法拉我出去 你知道吗 然后在23岁的时候 碰到先生 周先生 对 然后他其实大家也看到 就是他也是身杖者 可是他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他也是撑着双拐 然后从远方走过来的时候 笑得好灿烂 我觉得那个 那个笑容好像是我曾经有的 可是我失去了好久好久 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欣如你都觉得外面是障碍 外面的眼光也是障碍 你就觉得你走不出去 这些都是你的障碍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你把心关起来了 你没有打开 那个阳光怎么会照进来 你知道吗 然后 周上司 你对于人生真的是了悟 是不是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人生 都有他的功课要来修 那你们面对又是 更多不同的苦难 对不对 尤其九岁 怎么可能去打开心房 他一定是封闭自己很久 那但是又碰到了你 是他的阳光 Oh You are You are my sunshine 对 我就觉得 后来我们就一起 你知道吗 就开始 我就真的把我的心打开之后 我们就开始去调整一些 极限运动 我们就一起去潜水 去开帆船 好害喔 然后去年还去玩飞行赛 飞行赛 然后今年我预计要去玩冲浪 对 然后这些 这些事情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怎么可能做得到 你没有了双腿 你怎么可以做得到 可是事实上 我们都做到了 然后我们要别人看到我们做到 然后又相信自己 坚持下去你的梦想 就会形成 非常好 掌声给周欣彩太鼓励 不可思议超强快手 魔术方块达人 你觉得这些人很恐怖吗 大家眼睛里不知道看到 是什么事件 要别人看到我们做到 然后又相信自己 坚持下去你的梦想 就会形成 非常好 掌声给周欣彩太鼓励 我觉得生命当中 太多过不去的事情 你真的现在打个电视机 应该看一看 他们是如何的自己走出来 而且这个不但是影响阳光了 而且他们是哪一项第一 跟大家报告一下 它是世界IPC 轮椅国际标准舞锦标赛 亚洲第一 不得了啦 练这个要练多久 练其实练很久 而且陶子姐你知道 我那一场比赛 我的手指还整个卡到轮椅 然后我就听到咔一声 然后骨折 严重骨折 然后骨折到那个裁判 都跟我讲说 叫我放弃比赛 可是怎么可以 我代表台湾出去的 开玩笑 对不对 对啊 你们很有 感觉有霍原甲的精神 有没有 对啊 拼了 我觉得我又要拿奖的 而且我已经一路从 出赛 复赛 决赛 到决赛你知道吗 所以最后是 可是 就包着这样子 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我就到那周护站 他给我包这么大一包 我没有办法 你知道我手上就 手受上就像跳舞的人 脚受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发现 我没有办法 那么大一包 我没有办法推轮椅嘛 把那个纱布整个拆掉 然后就跟他要了 五颗止痛药 全部一次吞进去 然后就烂烂的手 然后继续推你知道吗 结果我站在那一剎那 我就发现 他取前六名 世界前六名了 我左看右看 全部都是白种人 只有我们黄种人 一对在上面 我就觉得这个 坚持下去 你的梦想一定会 选招太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感动 听到他们的故事 也好辛苦 没有我就觉得 我一路走来就相信 怎么讲 自从他打开我的心之后 我就相信 我没有什么事情去做 而且其实 其实我们现在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很快的原因 是说 我们现在每年都会寻回 医院啊 或是学校 或是监狱 去鼓励更多的人 对 以我们自己的 对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生命历程 写成就是一本书 一本书 对 谢谢 对 然后我们就是利用这本书 去筹募这些基金 叫做希望工程基金 我们使用每一年都可以 我可以请我儿子进来吗 好 儿子待会要一起表演 对不对 对 来 小小钟 他其实是推动我 走向公益之路 一个大推手 因为他有一天呢 他放学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妈妈妈妈妈 你可以跟爸爸到学校去表演你们的轮椅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我觉得你们很勇敢 嗯 然后我觉得你们跳舞跳得很棒 嗯 我想要帮你介绍给全校的老师跟同学人士 算了 好 桃子姐 你有 你自己有孩子 你知道吗 我了解 好感动 知道吗 亦凡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在你心目中的这对父母 是什么样的父母 我觉得我爸妈都很勇敢 我很佩服他们有这种勇气 所以我想要向他们两个学习 好棒喔 待会儿你也会加入这个表演 对不对 一起来看看各位 绝无仅有 亚洲第一的轮椅舞 欢迎周先生 周太太 以及周亦凡 谢谢